主啊真的都是你要拆遣我吗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学习 就是为了拆遣我吗 更让我们在拆遣过程中间 是按照圣经的真理 按照你的心意来完成你的使命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恢复这个平台 谢谢你让我们清晨可以起来 有你的初天而来的玛拿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扎美你 你是配的赞颂配的扎美 主啊你是我们荣耀的君王 主啊你是主啊 我们的大圆塞是我们的好牧者 每天把我们带在你的话语里面 主啊来领受你初天而来的主啊玛拿 主啊今天依然把我们的使徒形状 交在你的手中 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主啊 来帮助我们开我们 主啊属灵的眼睛 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产业者 必须要按照你圣经的真理 得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 才能去完成你的使命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扎美你 谢谢你叫你自己仆人 主啊放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也谢谢你让我们这个平台上 上来的人都是有福的 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头到尾都能够 主啊再来领受 无论是听的时候 无论还是分享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从头到尾都有始有终 主啊不迟到不早退 亲爱的主我们要被你训练 训练成为你的精兵 才能合乎你的使用 亲爱的主你来做工 为这个缘故你赐下我们的给我们祝福 主啊来恩待我们 主啊若是有工作的实在是没办法 主啊他们真的是也可以呆这儿去 或者说实在没办法 也求你纪念念面 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和扎美 我们把一切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啊也此时此刻为这个平台 向你感恩和扎美 为这个平台的弟兄姊妹的需要 主啊也向你交托 主啊无论是主啊是谁 都是主啊需要你的同在 都需要你供应 都需要你的医治 都需要你开他属灵的眼睛 得到生命的亮光 才能盲得你地上的祝福 主啊你说顺服就是门福 爱我们的主 让我们顺服在你的心意里面 以至于主啊我要奉你的名 主啊为你自己平台上的儿女们来祝福 主啊你祝福他们在这个疫情中间 主啊他们需要什么你就供应他们 以于你是供应的主 给了我们生命养育了我们 主你把地上的需要也供应给我们 让我们盲得你的恩典 盲得你的祝福 主啊谢谢你供应的主 再陪我们 我们向你感谢和扎美 主啊充满的灵 充满在我们的平台上 无论是讲的和听的 都能够同盟造就 都能够被你圣灵恩高 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和扎美 谢谢你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你而来的 就求你将你自己的恩典和真理都赐给我 主啊我们有你圣灵的恩高 也有你话语的主啊栽培 才是能够合乎于你使用 爱我们的主啊谢谢你 让我们请照向你祷告 向你仰望也向你扎美 主啊把这些四个交在你的手中 顺利也借着这些四个灵 允许在我们的中间 与我们同在 感恩祷告教度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主 是的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 好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感恩 我们现在的话有二十位弟兄姊妹在网路上 但是我是这样子想 就是每一天早上的时间 那我们七点到 这个八点 然后我们讲课 然后之后的话 老师是安排 几位同工 他们就是开始分享 那你不需要急 就是说很多东西你会发现 即便是同样的内容 讲出来都不一样 同样的内容 你好好的就是操练 怎么样的再讲 把深入 然后把它这个说 这个调整一下 你会发现 原来还有好多东西 你都忘掉了 昨天老师就发现一件事 我讲完的时候 来 我们已经讲到第二十章了 第二十个slide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概的简要的报告了一下 关于这个整个新约 那个因为新旧两约 那个到新约的这个架构 然后昨天就进入到这个 我们有十奖的一个分别 但是实际上有五百多张 所以并不是一讲 就要一天就要讲完 不太可能 那我们会尽量快速的讲完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料 我们不会只有在这边 老师的想法是 史书形状只要早 早一点讲完 然后我们就赶快开始 这些书信 那么书信的话 就一圈一圈的 它还有它的那个结构 它还有很多的内涵 彼此之间的关系 监狱书信 这个教募书信 它都有不同的重点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内容 都是将来我们在今年 希望在我离开台湾 回到美国之前都讲完的 所以能快我不会慢 能快我不会慢 但是每一天就是一个小时 因为后面的话 我其实是有会议的 我是考虑到弟兄姊妹的这个情形 还有学习 那既然弟兄姊妹都没有任何惧怕 因为就是说三月份以后 如何如何 后来发现 这么一个多月的 也没什么事 那这个舞照 什么马照跑 那哈利路亚 我们就慢慢的 不要太夸张 我们就是该说什么 说什么 该讲什么 该学习什么 就一起往前就好了 那么第一讲里面 主要是第一章到第二章 他的除了中览 昨天我们提了很多 然后基督 从基督的升天 马口罗罗的祷告 拣选了马提亚 成为十二个使徒 这个然后五旬节降临 然后传到十三千人一起得救 门徒们变卖家产 然后繁务共用等等 这个都是他的这个key point 重要的点 那后面的话 讲了这个新约的这个背景 我们已经把新约的背景 大致上昨天就已经讲了蛮多了 也把这个从耶稣基督上升天开始 到保罗求于罗马这一段时间 就是整个使徒行传 他核心的内容的这个时间点 时间点 从耶稣基督上升 一直到这个到罗马被求 然后使徒行传的作者 就是路加他的身份 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也昨天解释了 然后呢 在整个使徒行传 二十八章的这个范围里面 你仔细看 前五章主要是彼得 然后呢 后来就转到他其他的门徒 像斯蒂凡和菲利的故事 斯蒂凡后来为主说话 甚至殉道 那菲利是怎么样传扬福音 然后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 他是在第九章的时候 被引入到整件 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然后回来又回到彼得 也就是彼得的话 是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 是前十二章 是彼得的指示 后面的十三到二十八章 那个就是保罗的指示 那么彼得呢 他拿了主天的钥匙 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 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 所以他开启了 犹太人的信主之门的 就是三千人一起之后 受洗归助 他也开启了外邦人信主 这个哥尼流信主 后面呢 保罗啊 是外邦的人使徒 然后他所传递的信息 绝大多数都在外邦 好 那么他怎么传递呢 他的时间点 大概是怎么样 从十三章到十四章 第一次的旅行 那么十五章 就是到了耶路撒冷的大会了 这个十六章到十八章 就第二次旅行 十九章到二十章 是第三次旅行 然后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 是第四次旅行 但是其中有一段 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 他是被求受审的过程 被求受审的过程 因为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在该撒利亚 耶路撒冷这边就有两年之久 然后后来他不断的上述 才形成第四次旅行 然后到最后停在罗马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路加 路加这个医生 无论在罗马的时间 他有一段时间 无论在耶路撒冷这边 也有一段时间 所以他可能有两段时间 可以做很多的事 第一个到了耶路撒冷 你看你就看到 提阿菲罗大人的这个 讲法前书的部分 提阿菲罗大人 我已经做了前书 前书是什么 路加有一个前书吗 是有啊 就是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其实面对的对象 也是提阿菲罗大人 很多人都已经撰写了 关于耶稣基督的事 这个不是新事了 很多人都写 但是我呢 从头到尾和按照秩序 我重新的编排 然后我再写一次给你 我整理的更详细的资料 再一次写给你 所以路加福音啊 写的是非常有条有捋 而且非常有内容 他不像是马可 只是记在这个彼得 所看到的耶稣 他封城佛佛的神之子 在那边传扬福音 他也是怎么样 有为有首的 有作为的 也有说话的 他的所事和所作 关于耶稣基督 他的生平的所有事 甚至于他生之前的事情 都讲了 包括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 他的整个的家谱 还有他怎么出生 出生前发生了什么事 跟施系者约翰 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玛利亚跟这个伊利沙伯的关系 是什么 讲得很清楚 这个都是其他的书卷 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看到 路加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作者 然后他前传已经写的 就是路加福音 讲说的是基督教 就是这个基督耶稣 他的整个生平的事迹 那么后面呢 就是这个部分呢 前书是论到耶稣开头的时候 一切所习的教训 一切所习的教训 对不对 那么从开头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了他借着圣灵所吩咐的 吩咐的所拣选的使徒 就是所有我们这些人了 他开头是他自己做的 后面是他基督的身体 十二个门徒 这个后来所拣选出来使徒 被差遣的人 这个叫使徒 然后呢 以后被接上神的日子 从头到尾 想想细细的讲 这是前书 也就是你只要看到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 你就知道 这个路加福音 到底他的主题是什么 路加福音 主题是什么 论到耶稣开头 一切所行的教训 直到他借着圣灵 所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又被接上神的日子为止 有没有 从基督 这个元首 到门徒 使徒 然后他的 复制 然后呢 后来 直到他上升天 他升天这个过程 基督的耶稣的执事 地上的执事 叫做incarnation 什么叫incarnation incarnation就是 道成肉身的时期 他起码好几件事 成肉身 经过人生 经过死 死而复活 身上高天 至少这五线事 他都是他做错的 而且我们还没办法做 我们要参与也不容易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个是路加福音 那后面呢 他受害之后 又用许多的凭证 把自己活活的 显给使徒们看 然后呢 这个后面呢 就开始进入的 这个使徒行传了 因为他前面没写啊 就是四十天之久 向我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啊 这个是后面 他升天 不是 还没有升天 是受害之后 是受害啊 就是 他经过死 死而复活的 这个过程 然后经过死埋葬 然后死而复活 然后在地上的 这一段时间 用许多的凭证 将自己活活的 显给使徒们看 四十天啊 不简单 一个试验的 什么试验 让你们习惯 我以前是 凭着肉身 在你们中间行走 你们看到我 你们可以摸我的衣服 随时 现在呢 你时不时 可以看到 但是绝大多数的事情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但是我偶尔显现的时候 你又跟你们讲说 神国的故事 你们就有信心 你们就有力量 第一批人 当他们完全的接受 基督乃是死而复活的 这一位 这个救主的时候 他们完全相信了 这四十天 足够让他们相信 这不是鬼魂啊 这是真实的事情啊 哦 那他们就怎么样 整个就还改了 耶稣基督就给他们 加添的恩利 然后在他们聚集的时候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就留在那里 留在那里 干什么 等候父所应许的事情 要发生 什么事 就是你们曾经都听过我了 听说 听见我说过的 我早就已经说了 父所要应许的事情 就要成就 好 什么事呢 后面就这段事 约翰嘛 对不对 施行者约翰 他是用水师径 悔改的径 但不多几日 你们这些人 全都要受圣灵的径 圣灵的径 哇 他们聚集的时候 就问耶稣 这个主啊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个时候吗 所以那个门徒啊 门徒所想的 跟主所想的 差好远 差好远了 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 哎呀 什么时候 复平着自己的权品 所定的十七日子 你们不知道 你们搞不清楚 但是圣灵降临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能力了 我们能力得着的 就要在哪里 来传北 做他的见证人 从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到撒马利亚 直到地级 做他的见证人 哈利路亚 这是什么意思 耶路撒冷 一个点一个城 对不对 圣城 好 犹大呢 是犹大国 南国的这个范围 撒马利亚 是以色列 北国的范围 直到全地啊 就是从耶路撒冷 开始 到整个以色列 包括的犹大 包括的以色列 南北国 全都加起了 所有以色列民 的这些地方 都要传遍了 还要传到地级去 做主的见证人 这是他所要求的 这是主耶稣 亲自说的 所以我们的 他所付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什么时候他要做呢 他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日嘛 对不对 时间日子 是他所定的 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 这件事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得着能力的事情 是实实在在的 要在哪里传扬福音 全地都要传扬 做神的见证人 是实实在在的 讲完这话 他们看的时候 他就被升上去了 一朵云彩 把他接走 看不见了 哈利路亚 他这个时候 怎么上去 他就要怎么下来 所以在 但以理书说 那位像人子 是驾着天云而来 他怎么上去 云彩把他接上去 他怎么来 驾着天云而来 好吧 这个细节 我们不再多说了 然后他是怎么样的 因为在天上的宝座上 却是被杀过的 那个羔羊 这个羔羊是谁 神的羔羊 来除去世人之罪的耶稣 在他真正的经历 死而复活之后 他现在站在那个 似乎很长老 跟宝座的中间 就是那个被杀了的羔羊 但是他却有七角 七角讲了 他完全的能力 七眼就完全的透视 还有完全全知的能力 哦 这个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麒麟 然后他凤才前往 铺天下去的 你看七七七 全然的这个 完全的数字 在神的面前 完成神的工作 而这位羔羊 却是那一位 有配的拿书卷 配的揭开七眼的那一位 好 然后起诉 就说了 哦 羔羊 基督 从神的手中 揭过了一个 被七眼 严峰的 封印的书卷 没揭开一页 就有大事发生 什么事 白马 地印 这个黑马 灰马 黑马 灰马 那就是讲到什么 我们有很多的解释 我们都跟你讲过 不管是基督战争 基督 或者是福音 各个方面的解释 没关系嘛 你都可以听到 他的一切声音 也有他的一个讲解 讲解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考虑了很久 我们觉得福音 可能更合适 因为你看战争 饥荒死亡都不是人 都不是以人 人为主的这个解释 福音也是如此 你看他突然一个是 基督是人 或者敌基督 都好像跟其他的 战争饥荒死亡 不太一样的性质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地大震动 第五印 是殉道者复活 这个不断的 现在主要 我们等候到几时 你要等 然后到第六印 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猴下血 好 而且前面的四匹码 就停了吗 不是 他们继续往前奔跑 一直等到主再来 主什么时候再来 不知道吗 主照 副照着他自己的权柄 他的所安排的时间日子 时候日子 不是我们能知道的 好 这不管 但是他现在揭示给我们听 什么时候主要再来 好 地大震动 这边都是全地的灶头都来了 以后 七号就要吹响了 第七印就是七号的内容 七号天使拿着七支号 就在那边吹了 然后当他往上去的时候 上天的时候 架着云彩出去 我们就定睛的望天 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 说两个人身穿白衣的站在旁边 当然是天使 加利利人 很特别 他是直说加利利人 而不是说犹太人 因为为什么 这些虽然都是以色列子民 但是他们却是属于加利利的支白 加利利人住在加利利 外邦人的加利利 没人看得起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以为 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背叛主的 欺负主的 不要主的 弃绝的 都不是这样 至少加利利人这一群的犹太人 他们是犹太人 他们却是完全的信靠主 这是Miss Annick的 Miss Annick 就是这个信基督的犹太人 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 你们干嘛这样看呢 赶快去做你们事啊 这一位啊 离开你们被天 升天的 被接升天的耶稣 对不对 你们看他怎么往天去 他还要怎么来 他怎么上去的 他还要怎么来 怎么上去怎么来 听到吗 他驾云上去 他驾云下来 他公开的上去 都公开的下来 他隐秘的上去 隐秘的下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是什么日子啊 这个最末了的日子 他的脚 人子嘛 必站在耶路撒冷前 面朝东的 橄榄山上 那日 这三角 从中间分裂 从东至西啊 成为极大的湖 然后南北山啊 南北挪移啊 哇 这不得了耶 这三国还要 延绵到亚撒去 你们要逃啊 像逃大灾 难大地震一样啊 因为我耶和华 我的神必要降临 有一切的圣者 要同他一起来 好 哈利路亚 现在啊 我们就直接的进入这个 昨天最末了的这一段 我们的时间啊 是这样子使用啊 就是每一次老师 你有没有发现 老师刚刚讲啊 跟昨天讲的又不太一样 虽然是同样的内容和经文 讲的方式流畅度都不一样 你们要操练 不要因为说 哎呀 这个老师才刚讲过 又要我讲 我 又要你讲都还讲不出来 我跟你讲 要操练去讲 不要害怕 只要信 好不好 你每一位啊 你就是用电脑截图嘛 这个截下来 待会呢 等到你来分享 就有东西讲嘛 你都不好好努力 那怎么样学呢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先看啊 他主的升天 是怎么升天 他要怎么下来 主的再来 就要怎么样来 对不对 主升天有隐秘性的上 有公开性的上啊 有这个主的下来 也有隐秘性的上 有公开性的上啊 是不是下 下来的下 好 那主怎么做呢 复活日的早晨 这个我们现在好 不要懒惰 这边讲哪里 你就看哪里 二十章十七节 说耶稣啊 你不要摸我 耶稣说 你不要摸我 谁啊 玛利亚嘛 因为耶稣 叫玛利亚 玛利亚转过身 用西伯来话 对他说拉波尼 哎呀 父子啊 你在这边 哎呦 我好爱你 我好想抱你 他说 No 不要摸我 为什么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上身 身 我还没有身上去 见我的父嘛 你不要摸 哎 你往我的弟兄那里 告诉他们 我要身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有没有 那玛利亚 赶快去告诉他们 那我看到的 他们还不太相信 对不对 然后后来呢 呃 到二十章的十九节 那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 门徒啊 在所在的地方 怕犹太人嘛 门都关紧闭了 突然之间 耶稣居然站在他们的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哦 这个奇怪了 说完这话 他做了什么事 他把手和内旁 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 你记不记得 在如果没记错啊 应该是在路加福音 最末了吧 好 这个路加福音啊 嗯 好 对于二十四章 这个当那个 下到一马五四的那两个门徒啊 哇 见到耶稣了 高兴得不得了 说主果人复活了 已经写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 波饼的事情 全是他们怎么认出来的 都讲了一遍 正在讲的时候啊 正在讲的时候 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中间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以为是骗人碰到鬼了 然后你们为什么忧愁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就知道实实在在 是我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来摸我看看 摸我看看 我们是无肉无骨的 你们看我是有的 就把这个话讲完了 然后用手一张脚跟他们看 他们珍惜不敢信啊 还说你们有没有吃啊 有吃的就拿了一片烧鱼 在他们面前吃 这全然的告诉你 他是活的 有一点意思吗 前面说你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上去 那后面说摸我看看 什么意思 上去过了吗 听得懂吗 上去过的 这个叫隐秘性的升天 已经有了 后面呢 复活以后四十天 不是就在大家面前 教训他们之后 他就自己在众人面前的 在云彩上面被接训吗 这是公开性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在约翰福音 二十章 二十章二十二节 他是这样说 耶稣本来是跟他们讲 愿你们平安嘛 父怎么猜前我 我也要在猜前面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吹气以后就说 你们受圣灵 主吹一口气 在他们中间 主吹一口气 对不对 好 那你有记不记得 在那个使徒行传 二章的时候 五星节到了 门徒都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听清楚 这是已经公开的复活 升天之后 突然有下来的 是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做的屋 有没有 公开的来 前面 只有这一群的门徒 耶稣讲完这些话 向他们吹一口气 后面的不是 公开的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满的 充满了 他们所做的屋 由舌头如同火焰 就显现出来 分别落在 他们的个人身上 通通被圣灵所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但是赐圣明的方式 也不一样 然后后来我们来看 主再来的这个记载 关于这个部分 就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这个跟书信有关 因为已经到后头去了 他说主什么时候再来呢 提前四章十七节 他是这样子 先从十五节开始 我现在照着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是照着主的话说的 我们这些活着 还存留到主在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些 已经睡的人之先 我们的时间 不会比他们更早期 更早复活 因为主必然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角吹响 怎么样 他们要干嘛 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呢 十七节 我们这些活着 还存留的人 假设你还活着 但很抱歉 保罗这些都死了 都睡了 那我们现在 在地上是活着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 就是这些睡了的人 包括保罗 那必和他们 一同被提到云中 必和他们一同 我们被提到云中 在空中与主相遇啊 这样我们就要与主 永远同在了 哈利路亚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宣慰 我们彼此宣慰 你不要怕 只要信 主会再来的 主什么时候来呢 他必要亲自降临 他亲自降临的时候 就有呼叫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有神的号筒吹响 有没有号筒吹响 是不是七印七号的 那个七号吗 号筒吹响 一旦号筒吹响的时候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 死的人 统统要复活了 在基督里的 先复活 在基督里的 必先复活 那不在基督里的 对不起 还在死神的呢 然后我们这些活着呢 并且还存留的呢 必和他们 一同被接到云里 是这些人 才有机会的嘛 对不对 哎呀我们要在空中 与主相遇 然后这样我们就要与主 永远同在了 哈利路亚 我们这边有没有录制 有在录制 不要浪费了 老师也不一定都记得 那么清楚了 好 那么讲完这个以后 这是贴上人家四章 里面讲得很清晰的话 这些都是我们必然出现的事 必然这个经历的事 此后啊 那个在起初十九章 哎呀你要听见那个大声音说 哈利路亚连去四次嘛 对不对 那地上的奥秘的巴比伦啊 巴比伦大臣全然倾倒的时候 好 那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就喜乐啦 就欢腾啦 我就伏伏在这个天使的脚前 想要拜他 他说不可不可不可 我跟你们呢 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们呢 都是仆人而已啦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好 此后十一节他就想 我居然观看了 看见什么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骑在白马上的 称为诚信真实 而那一位啊要来什么样 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来的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他的头上带着许多冠冕 又写这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人搞清楚的啊 他穿着剑的鞋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有没有 天上的众军 骑着马穿着戏马衣 又摆又结圈跟着他 然后呢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击杀列国 那列国呢已经够公开了吧 他必用铁杖侠管他们 并且要踹圈人生 列弄的九杂 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 这难道不是啊 亲自亲非常清晰的 这个降临在我们这边吗 是不是橄榄山啊 我不太清楚 但是既然那个撒加利亚书 说是在橄榄山 那这个人子降临的时候 应该也在甘榄山上嘛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这一段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 待会你们怎么讲 老师就想要听 你们要学习怎么样用神的话来说 这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 其实啊 最难搞 好 有一座山啊 名叫橄榄山 因为这个就是讲公开的降临嘛 离耶路撒冷不远啊 约有安息日 可走的路程 好 当下 圣门徒啊 就在那边啊 回到耶路撒冷去啦 他们进了楼 进了城 上楼 上了一住 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这个马可啊 有钱人家啦 那个巴拿巴是他的那个 uncle 这个他的 就是马可是巴拿巴的 巴拿巴是 很有名的 这个非常慷慨的一个人啊 把自己的家业就拿在门徒面前 什么都全奉献 一点都不吝息啊 他是叫劝位子啊 哎呀 这个有给予的恩赐啊 真的是很宝贵的 真的很宝贵的啊 所以圣经里面啊 你要提到 连这些门徒进了家 去住在所住的一间楼 谁家啊 谁有钱能够住 这个照顾这么多门徒啊 起码是二位 在那里有谁啊 彼得 约翰 雅各 这个排名啊 你仔细看了 他写谁写谁 次序都有原因的 好 彼得 约翰 雅各 其实雅各还是约翰的哥哥呢 但是约翰显然是更萌神奇 所以这个跟他的次序很有关系哦 好 过来是安德烈 安德烈是彼得 带彼得信主的人 你以为哦 安德烈是先任耶稣的 彼得是他的下线啊 在后面才找他了 所以不是这个彼得 是是怎么样 是在前哦 虽然彼得是他老哥 但是很奇妙 在后的在前 你们发现这个排行 很有意义啊 约翰和雅各根本就是雅各是老大 约翰是老二 对不对 但是啊 这个西匹泰的两个儿子 约翰和雅各 对 他的次序是约翰在前 雅各在后 老师就是有什么就告诉你 是吗 因为时间很有限 这个当然要挖太多东西 过来讲了 肥利啦 传福音的肥利 对不对 哇 被圣灵所带领 然后就到哪里去传福音 这个整个非洲的福音 从谁开始啊 就是肥利来了 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是了 他这背负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十字架 那位就是非洲来的嘛 好 还有多玛 巴多罗马 多玛是吧 他等Thomas 脑筋啊 很理性 我才不相信呢 因为他这个有时候不聚会啊 那耶稣来的他也不知道 那他 我想 除非我轻点看到他 我手要摸到他的那个手里面的 那个洞 然后肋旁的洞 我才相信 这就是那个多玛的麻烦 这个非常要用那个脑筋去思考主的 巴多罗马 然后这个马太啊 就是税吏了 亚勒菲的儿子 雅各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雅各有两个嘛 奋瑞党的新一门 你知道这个也有这种啊 还是很热衷政治的 在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叫奋瑞党 还是搞政治的 然后还有雅各的儿子 另外一个叫尤大 怕你搞错了 那个是这个背叛主的尤大 那不一样 所以你看看这边 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菲利 多买 巴多罗马 买 马太 亚勒菲儿子 雅各 西门 加上尤大 几个 十一个 这些人就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马里亚 并耶稣的弟兄们 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这关键时刻 恒切的祷告 而且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弟兄姊妹 这个你要带下祝福 这要带下整个时代的转移 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就是这件事 没有别的 好 那时候许多人来聚会 有120位 彼得就在弟兄们当中 站起来说什么 他突然是圣灵就充满他 120位 可不是12位 120位 初代教会一开始 这些没散掉了 信靠足了 相信因为已经有40天了 耶稣亲自的向他们说话见证 他是活着的 他是永活的耶稣基督 所以120位 在刚开始的时候 前120号 彼得站起来了 赐活物 圣灵向谁说话 谁就往前说 凭什么是你彼得 有没有人这样讲 没有人 以前会不会 会 西匹泰的两个儿子 他爸爸妈妈都要来想办法 跟耶稣说 你来的时候左右两边 给我和孩子做 以前会争执 现在有没有争 统统不争 弟兄们 圣灵接着大卫的头 在圣经上预言 灵人捉拿 耶稣的那个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所以这件事是应该要的 一定要的 因为是圣经所说的 所以没办法 这个事情也果然应验了 他呢 这个犹大 本来列在我们当中 述终了嘛 他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 他得了一份 原先他是有份的 但很抱歉 这个人却用他作恶的工价 三十社科乐 就买了一块田 买了一块田以后 以后呢 他身子扑倒 肚腹泵裂 舱子都流出来了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所有住在以色列的 耶稣撒冷的众人 都知道这事 所以就按着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田 其名叫雅各大马 什么雅各大马 血田 the field of blood 血田 雅各大马 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诗篇上是这样写的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大卫的师 又说什么 愿别人要得他的职份 这两件事通通都要成就啊 所以耶稣 主耶稣在我们中间 始终出路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 施洗开始 一直到主 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 这么长的时间 三年多了 从头到尾都要 必须从那 那下 常与我们作伴的人 常与我们作伴 你这个偶尔来聚会的 就很不叫做长了 你是天天跟我们在一起 作伴的人 另一位 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 我们要另一位 一起来做这个见证 为什么 十二门徒 十二支派 完整的数 于是呢 他们就推推推 推了两位出来 选举了两位 因为呢 叫巴萨巴 又是称呼了 尤士都的约瑟 听起来很有 很有那个 你要两个名字 三个名字 就是巴萨巴 又叫做尤士都的约瑟 那么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提亚 看起来没什么来不及 但众人祷告说 主啊 你知道万人的心 包括这个约瑟和马提亚 求你啊 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 你所拣选的到底是谁 叫他得着这士图的位分 而这位分呢 尤大已经丢弃了 他往他自己的地方去了 被埋葬了 于是众人就为他们摇签 嘟嘟嘟嘟嘟 好 聊出马提亚来 有没有人生气啊 那个约瑟有没有叫大叫 统统没有 阿门 完全降不在土面前 而且圣经啊 就讲马提亚 就讲这次 也没讲多 所以那个尤士都的约瑟 看起来好像比较有一些 什么背景啊 哎呀 叫巴萨巴 就叫尤士都的约瑟 但是奇妙 选出来的却是那个 明不见经传的马提亚 他就和十一位 使徒同列 好 当第二章开始的时候 使徒经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 这个 五旬节到了 五旬节到了 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子来看 因为前面的话 就是十二位使徒完整的是第一章 从耶稣基督之 升天之后 然后一直到十二使徒 完全完整了 然后呢 五旬节到了 门徒门 全都聚在一起去 这为什么要聚在于出示五旬节了 来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二十三节章什么 你们一线的南丁 要一年三次朝建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好 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是四月份 我们是三四月份 有没有 就是除逾越节的这个世界 上次不是 我们才刚过的 这个寿难日 还复活节 什么是寿难日啊 其实就是逾越节 那是对不对 那么复活节呢 就是经过除孝节之后的这个首次的复活 对不对 好 比如说啊 犹大的胜利的话 它是在三四月之间 犹大的胜利第一个月 这个 一月十四号 一月节 十五号到二十一号 除教节 这是第一波重要的节日 那么这个节日的话 听清楚哦 在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不是 耶稣被定死 然后后来 耶稣复活的 这个显现在他们的面前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前三月 就这样搞定了 那么后面呢 要经过的四十天了 对不对 四十天了 那么经过四十天 要做什么了 就是要向他们显现了 不然这些门徒 搞不清楚状况 以为主就不见了 对不对 那个雅各你那边要分享了 因为这边那个不太稳定了 老师这边已经被跳出来了 你赶快分享 三七 三九二 是不是 七六六 好 在二十七页 好的 那么 你想一想 在耶稣基督 死之后 然后又复活 这中间不是有四十天的时间吗 那 逾越节之后 不是有七七四十九天吗 也就是说四十天的时候 耶稣被 接升天 那么后面呢 还有几天的时间 他们不是聚在一处 然后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吗 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吗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进了城嘛 这个安息日的部分 因为他们四十天以后 又碰到一个安息日 那么 那个安息日 是耶稣被提升天的日子 从他被提升天以后的 那个安息日开始 他们就进了城 在一个房 这一间楼房中 然后十二个门徒 加上其他的妇人 同心合意的 恳切恳切的祷告 然后后来慢慢的人数 就增多 许多人聚会 有一百二十名的时候 就站起来说话 然后拣选了这个十二 这个第十二位 使徒马提亚 对不对 一直到了五旬节 也就是说 他们起码连续的祷告 接近一个礼拜以上 七七四十九天 四十天扣掉 是耶稣基督 与门徒的显现 起码还有九天 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不对 他一定碰到 那个什么安息日 前面一个安息日 这个七七节 这个本身 一定也是一个安息日 所以前后的时间 没有差什么太多 其实连续的 在那边祷告 他们一祷告 聚在一处的时候 突然从天上 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座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 这就是什么 五旬节到了 五旬节是什么意思 收割节 对不对 初熟的果子要收割了 然后又叫七七节 从这个愉悦节之后 七七四九的意思 好 一年三次朝见 我们主耶和华神 哪三次 第一次 愉悦节 第二次五旬节 第三次 祝鹏节 好吧 这五 愉悦节 他起码是有 14号到21号 一个礼拜多 五旬节 他七七节以后 也要这个 你也好不容易 从那个 这个 这个 弹道别四八都来了 那你叫他们来 一天就回家 不可能 也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那么再来 就祝鹏节了 祝鹏节 从七月一号 吹号日之后 然后七月十日号 赎岁节日 赎岁日之后 然后十五号到二十一号 就是祝鹏节 又叫收藏节 好 这三次 就一年三次 见主耶稣基督 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时期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 这五旬节的时候 有什么规定呢 五旬节的时候 在立位基督二三章 十七节 他讲得很清楚 你们那要从你们的住处 取出细面 依法是十分之二 对不对 还要怎么样 加教 要考成两个瑶记的比 前面是五教节 是雨夜节的是除教的 不可以加教 那么这个五旬节的时候 却有怎么样 因为叫发教 就是他会爆炸性的发生 那就考成两个瑶记的笔 拿起来 瑶记 献给神 作为出手之物 献给耶和华 好 这个两个 一个表生 外邦的教会 一个表生什么 犹大的教会 细面 出于土 归于土的人的概念 然后经过的 不是出的 乃是细的 经过的 好像戏麻衣的概念 是义的 能够被称义的拿出来 那虽然他们经过教 然后但是他们却成为瑶记 就是表示他们有罪 但是他们却是 能够被分别为圣归于神 做出手之物的 这个你们已经习惯了以后 习惯那个以前老师讲解的 你只要看着你就会讲 那么再来呢 五旬节 他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旧约的部分 一个是新约的部分 在旧约的时候 他颁布十戒 对不对 在旧约的时候 五旬节的时候 颁布十戒 那么律法呢 就写在石板上 好 写在石板上 那么新约的时候呢 圣灵就浇灌了 律法是写在新板上 新板上 这个事情 我大概都跟你们讲过了 来 弟兄姊妹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出埃及 逾越节出埃及 对不对 逾越节出埃及的后 在那边 七七四十九天 不是路上跑吗 一面要躲避 这个埃及人的攻击 法老的继续的进攻 另外一面 还要走这个干渴的路 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达接受启示的时间呢 就到达西乃山的时候 这七四十九五旬节的时候 那西乃山是干什么呢 颁布十戒的 好吧 所以写在石板上 写在新板上是这样 好 那再往前看 就是讲到这个 逾越节 除校节 讲到个人经历里面的 重生得救的事 但是呢 整个预表在历史上 就是基督的受死 所以他受难和复活 雨夜节的时候受难 除校节的时候 他复活嘛 出手的果子嘛 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 收割几七节 他就怎么样 圣灵充满他们 对不对 圣灵充满他们的 颁布实践 圣灵充满 神的话语 大大的倾倒在他们中间 所以他们这些人 突然之间能够为主说话了 教会的诞生 就在这个时候 五旬节 好吧 那再来呢 到了吹号日的 吹角节的时候 你要从整个历史来看 这个一年 你能是 整个历史上面 末了的时候 就是吹号了 就是圣徒要被提了 号角嘛 七号七印七 七晚的那个号角 一吹响的时候 圣徒要被提了 最大之热 就赎最热的时候 以色列要全家悔改 然后到了祝鹏节 内里的生活 与神的同行同住 那同在 然后呢 在千年国度里面呢 就收藏 享受与主的这个合一 与主的连结 这个就是这样子 然后在十五行中 二章他就说 突然天上又响声下来 向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着他们所做的污子 有舌头如同火焰 显现出来 就分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所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谱的话来 好 那后面呢 你要往前了 那圣灵啊 就是在那边说话的时候 很奇妙 有很多的表征 在约翰福音 这个圣灵啊 这个我们看一看 约翰福音的表征 是这样子 那个二十章 二十二节 他是这样的表征 他说啊 耶稣对他们说话 愿你们平安以后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的一口气 你们受圣灵 一口气 吹气跟圣灵 气与圣灵 他这好像同位鱼一样 吹气就等于受圣灵 然后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的七章 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 哎 节旗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啊 耶稣就站着高声说 人若可乐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信我的人 如经上所说的 从他的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阿们 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先查一个事 就祝鹏节的时候啊 最大之日 节旗最大之日 很好 是确定是祝鹏节 然后呢 耶稣啊 讲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指着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所以啊 要从他腹中 流出活水的江河 他指的是什么 受圣灵说的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 所以这边啊 约翰福音讲到的气 是受圣灵 吹了一口气 讲到的水要流出来 是圣灵的事 所以他提到的生命的变化 内力的充满 好 那到了这个 使徒行传的时候呢 他这个情形啊 他的解释的方式 或者是形容的方式 不一样 他说啊 突然天上五行节来的时候 天上就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座大风吹过 就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好吧 大风 圣灵 就按照圣灵 就按照圣灵所吃的口才 说起别的话 好 这个啊 另外呢 又不仅如此啊 他们又舌头 如同火焰一样 显现出来 他们因为这个 大风降下来 好像舌头就像火焰 然后这个显现出来 就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有一个风 有一个火 有一个气 有一个水 有没有 好 这个是讲到什么 外面服饰的能力 外面的浇灌啊 圣灵的充满啊 能够完成神的工作 所以这两面 一面叫做素质的灵 素质就是本质上与神是一的灵 神的灵与我们的灵连结 叫我们生命得着变化 叫我们生命得着充满 灵命得着充满 另外一个呢 是怎么样 经文的灵 就是叫我们能够行事 能够有能力 能够借着圣灵的浇灌 外面的浇灌 得着从上头来的全品和能力 来服侍神 这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其实在旧约里面啊 常常有精伦的灵啊 常常有精伦的灵 这个这个士啊 参孙突然之间圣灵 像这个有耶和华的人 与他同在中啊 力大无穷 完成很多的事 是有一点这个精伦的灵啊 但是呢 参孙有没有这个圣灵啊 这个树枝的灵在他身上 生长变化呢 好像没什么 他就是有能力 这是外头的能力 但是里面的生命 没有什么改变 好 然后我们继续看 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五到十一节 那时候啊 就有虔诚的犹太人 他们从天下各国来到了 住在耶路撒冷 我告诉你啊 全世界啊 只有耶路撒冷 同时间 无论什么时候 你在那边 你都可以看到 二十到三十种以上的国籍的人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游走 这个啊 老师自己亲自去算过 普通的日子也是啊 周末更多 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这个 各国的语言 各国 因为他现在的各种教会啊 都常住在耶路撒冷 虔诚的人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先今天才如此耶 在犹太教的时候就如此啊 这声音响 众人就来 都来具体 个人就看 听见门徒啊 用众人的相谈 你的方言说话了 突然讲到马祖话的 一定马虚无 这个 之后我只会讲这个啊 就是哎呀 父母亲啊 父亲母亲啊 一起吃饭吧 哎 他们就纳闷了 他们就惊讶了 他们就稀奇了 他们说哎呦 看啊 这说话的人不是都是加利利人啊 加利利人怎么会 怎么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是说 我们生来就使用的相应呢 哎 我们平常讲的话可不一样了 我们有哪些人 有帕迪亚人 有马代人 有以兰人 有住在米索不大米达的人 当然当然说他自己话 有住在犹太的人 住在这个加帕多家的人 住在本都的人 住在亚细亚的人 住在福利家的人 住在庞 庞菲利亚的人 住在这个埃及的人 以及啊 古尼赖那边的人都有 比利亚嘛 利比亚 利比亚 啊 一带的人 哦 从各地都来呀 哇 这个欧亚非三大陆 从罗马来的都有哎 这个客旅当中 或者是犹太人 或者是进到犹太教的人 天呐 加入犹太教 他不是犹太人啊 但是是后面加入的 龟一嘛 哦 格利亚的人也来 阿拉伯人也来 通通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呀 多少人 一 二 啊 啊 帕迪亚 马 啊 马带 伊兰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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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犹太 加帕多加 本都 亚 啊 亚西亚 弗里加 潘菲利亚 十个了 埃及 啊 古利奈 啊 员比 员比亚 其实 靠近古利奈的员比亚 应该是一个了 啊 就算两个 啊 啊 那个 罗马 员大 或进入犹太教人 就各种人都有了 其中还有格利亚 啊 还亚 亚拉伯 什么意思 超过十七八种 超过十七八种 同一天 也就是一定超过十二个 十二个门徒啊 也许一个人会讲好几种语言 谁知道呢 啊 我不知道 好 但是这个啊 就让我们实在是有一种 惊讶 来 弟兄姊妹 你翻到下一页啊 我们好好看一看这些地方 哦 这个有一点意思哦 有没有看到这个图 我们先从最远的 左手啊 有罗马吧 有古密赖吗 就是利比亚吗 有埃及来的啊 有亚拉伯的啊 啊 当然耶路撒冷 大家都集中嘛 格利亚的 格利底的人也有 亚细亚的人也有 对不对 福利加也有 庞菲利亚的人也有 加帕多加的也有 本都的也有 这个是附近的啦 啊 米索多拉米比较远的 以兰啊 马代啊 帕迪亚全都有耶 以兰人马代人 帕迪亚人通通都有 那么可爱呀 小心语 没关系啊 然后你就让他 在旁边就好了啊 哎呀八点了 今天只能讲到这边啊 我们后面的话明年讲 好 现在的话我就把时间 交给你们了啊 那呃 老师另外一边 可能这边待会会 那个必须必须要关 那你们就好好的 这进入主的话 来 我是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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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交给亚哥吧 亚哥呢 亚哥 你这声音有一点萌耶 是吗 你的声音有一点萌耶 稍等下我换一个 好 尽量操练了 你们其他的同工啊 弟兄姊妹啊 拿着 呃 今天 从头到现在的 所有的信息 截图 你们待会啊 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点发表 啊 要开始学习 怎么样为主说话 好不好 嗯 好 现在声音怎么样 好一点 好很多 好的好的 换了一个麦克风 好很多 好的 那么今天呢 呃 老师呢 从 也是从最开始 给我们简单 又梳理了一遍啊 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那我就按照 因为昨天呢 呃 准备的也不太充分啊 最开始呃 分享的 也没有那么多 那么今天呢 正好把昨天呢 一起来补充给大家 做一个整理 呃 因为昨天在 威尔森分享的时候呢 呃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他有一个呃 大纲 大纲呢 大纲呢 整个石头形状呢 分为三个部分 啊 第一个部分是 在耶路撒冷和犹太 做见证 第二部分是在 撒玛利亚做见证 第三部分在 世界各地做见证 啊 因为 我看 啊 我打开经文 因为石头形状第一章啊 基本讲到的 第八节啊 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啊 要 在由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座的见证 那么直到 整个 呃 石头形状结束为止 其实 呃 已经 已经从 耶路撒冷开始 通过在犹太地区 然后扩散到撒玛利亚地区 再到 世界各地啊 都已经实现了耶稣这个托付和使命 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 石头形状并没有结束嘛 啊 我们现在 都属于石头形状延续的一部分啊 都是在福音扩张的一个阶段啊 因此呢 石头形状总体来说 分为这三大部分啊 也是完成了耶稣的这个托付和使命 那么在 再来详细进入这个段落划分的时候啊 呃 呃 在 首先来看 第一章 第一章的部分 第一章部分谈到的其实是一个主题 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呃 是从整章来讲 其实都在 讲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那么最开始的部分呢 呃 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啊 刚才老师也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了 啊 这三节呢 总结了路加福音的一个内容 那么之后呢 受害之后也就是定十字架 然后呢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之后长达四十天 向门徒显现啊 讲说啊 上帝啊 上帝国度的事情 那么这一部分呢 其实就谈到了一个 整个收书的目的啊 呃 那么紧接下来 第二个小的部分呢 是从第十四节开始 十四节开始 一直到第十一节啊 我给大家标注了一下 这个部分呢 谈到的是一个主题 那是主升天前给门徒的托付与使命 首先呢 耶稣向他们写线的时候呢 呃 就告诉他们 不要离开耶路撒勒 等候福的应许 啊 特别是 嗯 不多几日呢 要受圣灵的喜 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 呃 五旬节啊 圣灵降临的故事 那么这是 这是主耶稣的第一个托付啊 要让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 那么在之后呢 呃 门徒啊 就问了一个问题 主啊 你复养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其实我们看到哈 这句话就表现出了使徒他们所关心的事情 呃 使徒关心的事情跟耶稣关心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圣灵的喜 结果他们说你复养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那表现了我们其实跟主的这个意愿啊想法其实差得很远的 呃 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那么主耶稣回答的也是主耶稣他所关心的事情 就是第七节开始 耶稣说了啊 扶平了自己全面 定的时候日期 你们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是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呢 我们要得着能力 干嘛呢 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啊 做主耶稣的见证 这是主耶稣所关心的 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使徒 然后呢 为他去传扬这个 得救的福音 那么主在表达了他 他所 他的托付的事情了以后呢 从第九节到 这个十一节 就是谈到了一个升天的故事 那么 在谈到升天的故事的时候呢 老师又衍生出了一个 是隐秘性的升天和这个公开性的升天 在隐秘性的升天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复活的清晨呢 玛利亚是其实去坟墓里看耶稣了 耶稣说不要摸我 还没有身上去减负 这个是其实是 没有公开向使人的 而是耶稣要到这个负那边去 那么等待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啊 要显现了四十天 最后呢 在众人面前 采取云彩升天 这才是公开性的一个升天 那么 这里也谈到了一个次圣灵 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 说到的是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二十二节 向门徒显现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胜利 这是 这是在这个耶稣复活的以后啊 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是让这个吹一口气 显正着让这个圣灵 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第二次公开性的就是 我们第二章学习的五旬节 五旬节的时候呢 一阵大风啊 突然有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我们知道紧接着就是 紧接着就是这个圣灵降临啊 给他们带出了一个能力来 好 这是刚才谈到了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呢 谈完耶稣升天了以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二节 从第十二节开始呢 就进入了另一段故事了 就是门徒顺服祷告 及主的简选 是第一章的 十二节 好 那么这段故事呢 就是有一座山马橄榄山 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是自己说到 这些人呢 同志几个妇人和 马利亚和这个耶稣的母亲 马利亚和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弟兄姐妹们在一起 横切祷告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时刻 其实也是在 刚才老师也在教导嘛 这一段呢 从十二节到十四节 就是谈到一个核心的概念 同心合一祷告 但凡整个教会也好 还有神的这个计划也好 福音的这个传播也好 但凡大事的发生 其实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 而是我们先服下来 要横切地祷告 而是同心合一的祷告 弟兄姐妹之间 都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 我们放下自己 我们为这同件事情 我们好好的 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 这样的话 才能带出后面的 整个教会的成立 乃至于福音 在十地行传这一章当中呢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 再到撒玛利亚 再到世界各地的一个传播 若是没有这个横切地祷告 没有这个关键的时刻的话 就不会带出 整个后面一连串的人事前 所以因此也是在教导我们 在教会服侍啊 或者我们自己的一场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迫切地在神的面前 横切祷告 然后我们再做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那么祷告了以后呢 就是彼得 这时候彼得又站出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出卖了主耶稣 所以说呢 使徒呢 少了一位啊 从十五节 整个到本章的最后二十六节 谈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要选马提亚 作为使徒来代替犹大 在这里面呢 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犹大 因为圣经上预言 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介绍完他以后呢 通过同心合意的祷告呢 他们选出了两个人 首先一个叫巴萨巴 又称呼尤诗都的 约瑟和马提亚这两位 那么从这两位当中要选一位 因为他们同心合意啊 所以说被选出的马提亚 其实没有人 任何人会有不同的意见 就包括巴萨巴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同心合意 他们都同感一领 都是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一个带领 是非常感恩 其实整个这一章 从耶稣 从复活的主耶稣 向门徒交托和嘱咐 乃至于到门徒他们的顺服 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 其实都是为着之后的 五旬节啊 这个圣灵的将领 其实作为一个预备的工作 若是没有这样的 同心合意的聚集 没有这样的这个 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想是带不出第二章 这些这个 五旬节这个 圣灵将领这样大的一个事情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呢 给到了我们一幅 一个时间轴 就是 杨历跟犹太胜利的这个对比 我们知道五旬节 大概是在犹太里的 三月初的这个时间 明月节呢 就相当于我们主耶稣的一个受难 除孝节呢 就相当于复活的开始 然后一直到七七 四十九天以后的七七节 就是五旬节 那么其实从主耶稣受难复活 显现四十天到 整个五旬节这段时间 来计算的话 当门徒聚集在 橄榄山那边 就是马可楼 开始祷告 横戒祷告的时候 一直到五旬节的降临 这个时间呢 大概是一周 一周的时间 因为耶稣显现了四十天 那么到七七节呢 还有九天的时间 所以说呢 大概一周到九天的时间 他们都在横戒祷告 其实我们也看到 祷告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呢 不是说 我们跪下来 祷告几分钟就可以了 真的是需要 横戒祷告 直到圣灵感动我们为止 直到圣灵来做事为止 而不是在应付形式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祷告 带出大的能力 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五旬节呢 其实在旧约当中呢 是颁布律法的那个时间 就是摩西带领 以色列民出来以后 颁布了律法 当时的律法呢 是写刻在 那个石板上的 那么五旬节的这件事情呢 也是新约的时代 他的一个五旬节呢 他的一个重大事件 就是圣灵的一个教官 也是预议着这个律法呢 从此以后 也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 由于这样一个对比 那么从个人经历来讲的话 其实于月节 和初遥节就代表了 我们重生得救 一直到五旬节呢 它是圣灵的充满我们 再到之后的一个祝捧节 就是一个与神同在 与神交通的这种 与神同在这种生活 神与我们同在的这种生活 在教会历史上的话 也是预表的 首先 于月节 初遥节刚才我们说了 是基督的受难以复活 五旬节呢 其实石头形成第二章 我们都很熟悉了 就是一个教会的成礼 教会的诞生 那么之后呢 吹脚节 赎罪日 包括祝捧节 那么吹脚节代表了 圣徒被提 然后赎罪日呢 就是以色列全家回赶 再到最后迁徙年 迁徙年的国度 就是祝捧节的一个问题 虽然我 因为在这一点上呢 其实很多知识点要梳理的 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只是根据这个图表 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我们去查经文的话 这里应该有很多很多内容 可以去查找的 那么诸鹏节当天呢 就是从第二章开始了 第二章开始的话 首先从第一节 第二章开始 首先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这个小段落 这个小段落呢 就是谈到了一个圣灵降临的景象 我们知道 刚才谈到了一阵大风吹过 然后呢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各人的头上 然后呢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思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一段呢 就是圣徒被圣灵充满 说方言 而且呢 这个方言呢 也高达十多种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上 这么多地区的人 都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 而且呢 门徒们用他们 圣灵所思的口才 跟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 最远的在罗马 这个图中显示了有15个地区 至少有15种 不同的这个相谈 也就是方言 来给他们讲述 这完完全全就是 圣灵的这一个能力 带出来的 那么在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 是通过一个图 来进行的一个对比 就是这个图片 首先它是通过约翰福音 跟这个十度行传 进行的一个对比 在约翰福音 二十章 二十二节的时候 同样是向 耶稣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就是吹了一口气 这个气就 预表着这个圣灵嘛 说你们受圣灵 那么在十度行传的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二节的时候呢 就说好像有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整座屋子 是用风来预表这个圣灵 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时候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信我的人就如今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 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句话其实 说到水 来象征着这个圣灵 但是在十度行传第二章 第二节 第三节的时候 就谈到 又有舌头如火 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用火来形容这个圣灵 因为这两点是不太一样的 约翰福音当中所表达的是 我们对于我们个人的 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 我们每个人能够重生得救 其实都是圣灵的一个 感动和带领 并不是我们某个人 突然意识到 我们是罪人要悔改的 都是神的一个简选 是神主动的简选 不是主动权不在于我们人 而是在于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 那么这样受圣灵呢 是整个生命 从老我的生命 变为一个新造的生命 就是重生得救的一个过程 而圣灵呢 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使徒行传 谈到的这个圣灵呢 就不太一样 它重视于外在 而是一种 我们归主了以后 我们要服侍神 靠什么能力呢 同样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学识 和自己以前的学历 和自己的能力和经验 乃是也是通过圣灵 来赐予我们服侍的能力 这种是外在的一个 浇灌的概念 此下的 老师刚才谈到了一个词 叫惊人的能力 就是做了个例子 就是参孙的例子 参孙的头发嘛 会带出来 它很大的一个力量 所以呢 也就是服侍神的一个能力 是外在的 因此呢 这两个圣灵呢 虽然一个 约翰福音能用气用水 实对行传用火用风 虽然不一样 但是因此呢 他们所表达的意义 也是不同的 一个是我们内在生命的 变化和改变 实对行传注重的是 表达我们外在的 这个圣灵的教官 外在服侍的能力 因此呢 我们要有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 这是在祷告的时候 要问问主 我们 我相信在平台上 弟兄姐妹 我们都已经经历过 第一次 生命变化的一个 圣灵的一个内助 那么 其实我们现在 更多的是要追求 我们外在服侍的能力 也是寻求 主耶稣的这个 圣灵能力 能够 交换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真的是 有服侍的能力 能够服侍于他 好 感谢咱们主 那么再往 再往下的话 就结束了 这就是大概是 今天老师的一个内容 再加上昨天的 有些经文 给大家一个 简单的一个梳理啊 希望对 大家 复习或者回顾 来说呢 是有一点帮助的 好 感谢咱们主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下面是 Wilson的 还是谁来分享的 我来分享一下 好好好 感谢老师 这昨天开始 给我们梳理这个石头形状 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复习 跟把一些的 更多的资料 可以整合在 一个 一个图表上 昨天我有分享了这个 但是今天我加了一些 就是跟老师现在所用的一些信息 然后把它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点把它再加入进来 就是整本石头信经呢 它是以这个 这个福音是如何 从这个 亚 伊路撒冷 犹太 OK 然后第二步就是来到撒玛利亚 然后到这个世界各地的 整个传承的开展 然后我们也知道 诗徒信经 诗徒信传 它是由路加 是一个外邦人 就是希腊人 因为信主过后所写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也看到 路加在这个整个 四福音书里面 路加也是取得一个作者 也让我们看到 上帝就从起初 就是这个福音不担当 是给犹太人的 也是给外邦人的 然后它是记载 初期教会成立 与发展的经过 然后呢 这里 刚才老师也就讲到这个 使徒形状 使徒形状这里 我们看到很清楚 就是 在耶路撒冷这里的圣灵降临 彼得开启犹太人信主之门 然后有三千人信主 然后教会成事的成立 然后同时呢 来到撒玛利亚这里 我们就看到彼得也开启了 外邦人的信主之门 跟留信主做见证 然后当我们讲到使徒形状 我们不外乎的就来到 看到这个使徒形状 17章24到25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渡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 不是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 赐给万人 然后刚才老师也讲到这个 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 也是这里告诉我们彼得 天国的钥匙 我们从这个整个使徒形状的 这个 太其犹太人信主 跟外邦人信主 都互相 福音书跟福音书之间 就是圣经的书卷之间 都有互相 做见证的一个 一个果效 不像很多其他的 就是 自己 自己所说的 却没有得到别人的见证 所以这个福音 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因为 石头形状是陆家写的 而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 然后写了一个 彼得的一个见证 所以 它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 今天呢 也让我们警醒 很多时候 当有一些新 我们认为是新的事情 出现在某某 所谓的 现在的使徒 或者是 所谓的 先知上 告诉我们一些 很 很新奇的话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学会 圣经在 在尔三家告诉我们 必须都有见证 不是自己说自己爽罢了 要有许多的见证 来 来佐证 这些 世世代代 是 圣灵所谓的 启示 还是 自己的 一厢 启愿罢了 然后 从这里 我们也看到 然后 后 接上 另一边 应该 一边 以这边 来 这个是刚才老师有讲到就业 实戒 还有 就业 实戒 还有新业 成全 就是就业 我们看到摩西在五星觉 颁布了实戒 然后新业呢 我们看到五星觉的时候 圣灵浇灌 成全 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老师有说 他将所吩咐你们 当所的预约指示你们 就是十条这个诫命 并将这写在两块石板上 这个是神秘记四章十三节 刚才老师也提到 不是用墨写的 也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 不是谁在石板上 乃是谁在心板上 就是更多后书三章三节 一个是石板 一个是心板 然后我们看到十节的内容 在十节里面 前面四节是上帝与人的关系 后面的六节是人与人的六节的关系 同样的对比耶稣所说的 耶稣对他法利赛人说 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这是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8节 然后对应这个十节 后面六节就是七次也相反 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我们总结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命令 就是要谁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限制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的看到新业 遥遥的对应旧业 旧业遥遥的对应新业的 这个耶稣基督的立法的成全 所以最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里有说 其实帮复十节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里就说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应新立法 能在上帝面前诚意 因为立法本是叫人知罪 这个是罗马书上讲二十节 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十节 其实上帝帮复十节是要让我们知罪 因为如果没有十节 罪什么是罪 用你的标准 用他的标准 还是用其他人的标准 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上帝帮布十节 就是让我们借着这个标准 来知道自己的 其实是有罪的 然后跟同样的 新业很多人说 新业讲的是爱 所以整天就讲爱 不讲义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 上帝死 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 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虽然立法的主张是爱 但是要达到的也是要成为上帝的义 因为义与爱就好像同板的两面 它是永远分不开的 爱与义与义 是你要当你讲到爱 你就要讲到义 因为神爱你 所以神就审判 因为审判 为什么会审判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他要管教我们 让我们成为义 所以这个爱与义 是完完全全分不开的 是我们这个世代 最缺乏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所以真的是感谢老师 让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给我们不断的 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 可能自己读 没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一个操练 但是我们一起 每天早晨 真的要鼓励 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查经 我就分享到你 谢谢 很好啊 每一天都这样 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一天一点学习 我觉得不错 好 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呢 大家都来分享一下 我把时间交给赵姐妹吧 赵姐妹 抱歉 每一次就一个点一个这样 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啊 来 加油啊 好 老师好 弟兄姐妹平安 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 开始又给我们讲了那个 使徒行传的历史背景 然后给我们介绍了 昨天 昨天讲的内容 简单给我们付出一遍 但是又从其他的角度 给我们讲了 又其实还是感觉 还是新的一样 嗯 这个使徒行传呢 他就说是提阿非罗 当然我已经做了前书 这个前书呢 就是路加福音 老师也介绍了路加福音 是写的耶稣基督 从生 从他生 到他 生天 的日子为止 而且呢 他写的就是 比 比其他的那几本福音书 写的比较的详细 角度 不一样 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 写的非常的详细 然后又写了他 上生之后 又四十天之久 向门徒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然后就是说 告诉他们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说 要受圣灵的喜 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 五星节降临的时候 要圣灵 五星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 圣灵如火焰一样降临 然后他们就是要等 告诉他们 要等候这个圣灵 然后还有老师 又给我们讲了 这个使徒行传的 一个结构 第一章到第五章 就是说彼得 彼得的事情 彼得是 圣灵降临 然后使三千人受洗 三千人信主 这是因为彼得 他的使命 就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打开了信主之人的门 然后在下面 就讲了那个斯提反 斯提反是第一个 殉道的一个使徒 然后就讲了那个菲利 菲利是把那个 把福音传给了 那个非洲 那就是那个叫什么 什么太监呢 传给了那个 那个那个太监 然后他就 他讲福音传到了非洲 然后这个第九 使徒行传 第九章的时候 就说了 看到就是看到了扫罗 在去大马瑟的路上 神光照他 拣选他 让他成为主人门徒 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呢 也就是说 哥尼尼尤信主的 一个经过 他也是 讲那个福音 传给了外邦人 然后从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 就主要就诉说的保罗了 保罗的一个传道的一个 经历 然后三次 旅行不到 再加上他的 被囚禁 还有第四次 最后一次 到了那个 罗马 这就是说 保罗的一个 传道的一个 时间点 他主要时间是 从主后的二十三年 到六十二年 这主要是保罗 书信 保罗传道的一个 过程 对 使徒行传的一个 时间 就是记录在 主后三十二年 和六十二年之间 然后在 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到十八节 说了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就是 主耶稣给彼得的一个 使命和交代吧 然后 再到了 在下面 老师又给我们讲了 那个 五行节的 五行节 五行节呢 就是在 犹太 犹太历和杨历 两个 两个时间点 给我们讲的 一个是五行节 他有那个 他有三个节日 犹太有三大节日 一是逾越节 除孝节 然后就是 再有就是 五行节 五行节也是 收割节和七七节 在下面一个 最重要一个节日 也是祝彭节 祝彭节 也就是收藏节 在出埃 祭三十四章二十三节的时候 就是 耶和华就说 你们一切南丁 要一年三次 朝见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这是给他们的一个 要求 然后在 这个 在这个 五行 这几三大节日之间 他们是有一个 很多的一个 属灵的含义 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 很多 然后就是 主要就是五行 主要介绍一个 五行节吧 五行节就是 在立位纪二十三章十七节的时候 你们要 要你们 从住处取 戏面 依依法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 十分之一 加孝 烤成两个 瑶记的饼 当作出熟之物 献给耶华 这个也很多的 属灵的含义 就是说 这个要 逾越节的 那个饼呢 是不需要 除孝节 是不需要那个孝的 然后在 祝彭节这里边 就需要加孝 就是说 它有一个爆炸性的 一个大能 而且这个戏面 戏面呢 也是就像戏麻衣一样 它是被磨碎了的 被 就是 做出熟之物 要献给神 而且要 做成两个 一个 就是要 要做成两个 两个呢 就是 一个呢 象征外邦的教会 另外一个 就象征了犹太教会 还有 这个 五行节 在旧约的时候 就是旧约的时候 因为律法 是在旧约的时候 颁布的 是在西乃山 摩西 上西乃山 四十天之久 颁布的律法 当时那个律法 是写在两块石板上的 在新约呢 这个 就是说 要受圣灵的教灌 这个圣灵的教灌 这个律法呢 不是我们能看到 是写在哪里 而是写在信徒的新板上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 就是在这三大节期啊 逾越节和除孝节 它的历史预表呢 就预表着基督受死和复活 在 五旬节呢 就是预表着那个教会的诞生 因为五旬节的时候 教会 那个时候就初代教会的 雏形 教会诞生了 就是因为 在五旬节的时候 就有教会了 然后在这个吹脚节 它有吹脚节的 就是圣徒被提 第七只号角吹响的时候 圣徒都会被提 先是那些 在主里边先睡了的人 被提 然后还没有 活着的人 在空中与主相遇 然后就赎罪日 赎罪日就是叫以色列人 全家悔改 全部以色列人 所有人都能够悔改 归向神 这个时候 还有在那个诸鹏节呢 历史预表 就是预表着千年 千年国度 预表着千禧年 在个人经历 在我们在个人经历呢 逾越节和除孝节 就象征着重生得救 叫我们每个人 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呢 就是重生得救了 然后五行节呢 就圣灵充满 我们每个人都是期待着 那个圣灵 被圣灵所充满 要活在灵里面 不要活在肉体里面 因为灵与肉是象征的 活在肉体里面 就是死 活在灵里面 就是生命平安 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这个 然后诸鹏节呢 就是也是收藏节 就是内在的生活 与神同行 诸鹏节也是收藏节 就是我们要过 与神同行 与神合一的一个生活 要活在神的里面 按照神的心意而活 还有 还有就是说 在补选 在使徒行传 第一章十五节呢 十二节呢 就是说他们上了一座山 名叫甘蓝山 那里耶路撒冷不远 这里边呢 就是有一个 他那个介绍了 他们上耶路撒冷去 进了一个鱼座城 就是一间楼 这个楼 可能就是在马可家 马可楼 然后他那里边 那个使徒的名字排列 都是有顺序的 都是有 都是有意义的 这些顺序都不是乱写的 然后这些人 他们都同心合一的 横切祷告 其实我们也是要一样 虽然我们人不在一处 我们要同心合一的 被一件事情祷告 神必定会垂听 然后你看他们从那个 四十天之久 到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大概四十九天 所以说他们 祷告的时间 至少有五到七天的时间 横切的祷告 也可能是他们是 近视的祷告 所以说祷告要横切 然后要 要常常喜乐 补助祷告 凡是现 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 所以我们按照 神的旨意去生活 就没错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在第十五节的时候 不宣使徒 那时就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百二十名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从十二使徒 然后到 发展到一百二十人 这个就是 十倍的一个倍增吧 然后彼得 就是这样时呢 彼得就被圣灵充满 然后就是站起来 在中间讲到 圣灵呢 接大卫的口 在圣经上预言 被捉拿的耶稣的犹大 这个时候呢 这个话就必应验 然后那个再下来呢 就是看到了 老师又讲了 不选这个使徒啊 不选使徒呢 他没有 没有选那个巴萨巴 那叫做巴萨巴的 又称了尤士都的 约瑟和马提亚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 一个可能是比较 身份比较显赫呀 因为他有好几个名字 后来呢 他就拣选了那个马提亚 因为马提亚是 名不经传的一个小人 所以说神拣选的人 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们都是 自己可能看来 自己可能卑微啊 渺小 自己可能会 会有自卑的 但是神可能 神就拣选 我们这样的一个 没有的缺乏的人 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就是我们也不要 轻看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是 神所拣选 神所看重的 然后第二章 老师就从第一节 讲到了十三节 就是说五旬节 降临的这一个时候 五旬节到了 门头都聚在一处 这个也是让大家都要 在一起 同心合一的 祷告的结果 然后那个 这个圣灵 就像一阵风 风一样 就是像火焰 一样就是让 这些人都说起了 别国的话 然后那个 犹太人从各个地方 来住在耶路撒冷 就是这里边 刚才雅各地 行为中 数六十五个国家的人 都住 都在 可能有的 很远的地方的 都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认为 这个地方 可能是圣城 是离神最近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聚集在这里边 然后还有就是 然后就是这个圣灵 圣灵呢 在约翰福音呢 圣灵不一样啊 一个是圣灵的形式 一个是气 一个是风 一个是水和火 然后那个 这个圣灵在约翰福音 二十章二十二节的时候 他就是圣灵 吹了一口气 这个气呢 就是灵 然后那个 这个水呢 就是在约翰福音 七章三十八节的时候 说你们要受 你们腹中流出 活水的浆河 然后你们要受圣灵 要用 要受 要受火的洗 然后这个就是 生命的改变 和里面的充满 就是这个 让我们 这个受的这个 里面就腹中流出 活水的浆河 就是我们的里面 被变化了 然后呢 被圣灵所充满了 里面充满了这些 然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就是外在的一个表现 就是 使他圣灵看得像风一样 一阵风 然后像舌头 像火焰一样 然后呢 就让我们有一个 服侍的能力 和外面的浇灌 就是一个 一个人被神做变化 不管他从 内在和外在 同时要是 要被变化 才能够成为神 手中所合用的器皿 才能够 才能够 来个荣耀神 代表神 彰显神 必须是 里面外面 同时的变化 不能只是 光是里面的变化 没有外在的一个服饰 没有外在的行动 也是 也是 没有果效的 关于我外在的能力 外在的服饰啊 看着比较活跃 但是内里的生命 不丰满 不充足 那也是 不合乎神的心意的 一定 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一定是 里面和外面 同时的变化 同时的更新 才能够 达到神 对我们的要求 然后 好了 那今天我就 就 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 老师给我们分享的 这么多 每天一个小时时间 确实是要 用心的听 不能六号 如果六号的话 就会漏掉很多的内容 然后 就是觉得好像时间 有点不 有点短 有点听着不过瘾 感谢主 谢谢老师 老师辛苦了 那就 要看看那个 傅姐妹你方便吗 哎 这怎么 我方便 但是我 我先不分享 我先听吧 那个 什么情况 我还是听着有点 有点 就是有点困难了 哦 好 好的 那问姐妹你方便吗 问姐妹你方便吗 我现在不太方便 我下次再分享 就刚才听 我在听 好的 那个刘姐妹呢 刘姐妹 刘姐妹是不是 老师的 妈妈 刘姐妹是吗 你好 你好 我是 你好 我先听吧 听着挺好的 好的 好的 是的 老师讲了这么多 然后让我们自己分享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挑战 嗯 确实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真的 老师经常跟我们说 不要怕 只要信 别管说多少 说多少 就是我们得到多少 要勇敢的大胆的来操练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 才能够 才能敢为神说话 孝霞姐方便吗 我也听吧 我这段时间很久没有上来 感谢主吧 听了你们的讲 对我们也帮助很大 但是我们自知的教我讲也讲不出来 感谢主吧 就启程在吗 启程在就启程讲吧 那就昌梅姐吧 好的 谢谢赵姊妹 谢谢老师 也谢谢前面弟兄姊妹的分享 其实也非常感恩了 那么老师今天对使徒行传 又给我们一个大概的 其实我是觉得 大家很注意的 就是说 首先把这个目录 应该就是说看一下 那么在讲这个目录的时候 我们对老师接下来的讲课 会有提前的 把经文多读一遍 就是从老师讲 给我们分享了有十章 有十讲 就是说这个十讲当中 第一讲是一到二章 第二讲三到七章 包括第三讲是小到八到九章 这个半 那么四章是九 第四讲的时候是九章的中间到十一章 总共下来十二章到十四章 是第五讲 第六讲 十五到十六章 第七讲是十七到十八章 那么第八讲 十九到二十章 第九讲 二十一到二十四章 第十讲 二十五到二十八章 那么整个目录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 就像老师昨天给我们所讲的 一到五章 看到说圣灵降临 那么也是讲到彼得 使三千人信主 那么六到八章 看到司提反殉道 教会受逼迫被分散 但是恰恰看到 这时候是福音的 就是开始 那么第九章说是扫罗 他归主 也就是说改为保罗 在大马萨的路上 一直到十二章 看到戈尼流信主 那么戈尼流全家信主 也是彼得开启了 外王信主的之路 也就是说 从一到十二章 看到讲的是彼得 那么从十三到二十八章 就讲到保罗 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 就看到说 在十三到二十八章的内容 也蛮多的 看到保罗有四次的旅行 包括他第一次旅行 写了加拉太书 第二次旅行 写了帖撒罗尼加前后书 第三次旅行 写到哥林多前后书 包括罗马书 第四次旅行 那么我们知道 第一次旅行 它是和巴拿巴 其实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第二次旅行 就是和希拉了 包括还有就是说 巴拿巴和保罗 分开是因为马可 那么我们今天 接下来在使徒行传 一张就看到马可 他们所住的一间楼房 也就是马可楼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马可 其实整个的过程下来 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 就是说概念 有很清晰的图画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该知道如何有一个次序 那么首先老师今天 给我们讲到说 那个主升天赐圣灵主再来 首先看到说隐秘的 也就是先的 有公开的 也就是最后的 那么主升天也就看到说 是复活日的早晨 也就是在约翰福音 二十章的十七节 当时马利亚 首先给马利亚显现 主复活了 那么就说 主说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身上去见我的父 那么在 就是说二十章 约翰福音二十章的 二十二节的时候 赐圣灵的时候 先说的是隐秘的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那么那一口气 我们主日的信息 刚学习的是约翰福音 二十章的十九到三十一节 那么这里看到说 主吹一口气 也就是说的是圣灵 那么主再来的时候 信徒被提之中 也就是在 天撒罗尼加四章的十七节 说以后我们这活着的 还存的人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 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 这是说隐秘的 主升天 赐圣灵主再来 那么接下来会看到说 公开的老师给我们那个 一开始就讲到那个图的时候 第一个说公开的说 复活后四十天 也就是耶稣升天 那么在 使徒行传一章的九节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失去上升 有一朵云 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这是耶稣升天了 那么接下来就看到说 一阵大风 那么看到圣灵降临 使徒行传二章的二节说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 他们就被圣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所以看到说 主降临的时候呢 主降临橄榄山 也就是说在 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一节说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 诚信真实 他审判 征战 所以说 那么在启示录 十九章的十一节说 他启示 十九章的十一节说 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 所以让我们这个图呢 就很清楚的知道 包括有隐秘的 有先的 有公开的 后的 所以让我们就很清楚 这些经文带在我们面前 就很清楚了 包括说在讲到 那个圣灵的应许 回到使徒行传一章 提阿非罗 其实这又让我想起 路加福音第一节说的 提阿非罗大人 那么这里说到说 就是受信者 包括说到就是 刚才大家都分享了很多了 我已经做了前书 也就是本书的作者是路加了 他说路加就是在路加福音 老师刚才给我们 很详细的分享了 路加福音的记载 有很多是别的 就说四福音书当中 其他三福音没有记载的 也是很详细的 按照次序记载的 也非常感应吧 那么接着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一到三节 看到圣灵的应许 知道说约翰是永水施洗 那么我们要受 就说使徒们当时 要受圣灵的洗 接下来看到说 耶稣升天 讲到说从六到十一节 那么就是圣灵在你们身上 这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力 锁定的时候 那么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你们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 也看到说圣灵的能力 并且说主要的是说 这个能力是要传福音 那么就说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拉雅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也就是说一章的八节 那么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工作 传福音看到说 从耶路撒冷 也就是中心 传向到外 一直到 就是说 从中心到外 犹太全地 包括也就觉得 以色列的南国和北国 撒马里亚是北国 直到地级 就福音从中心往外传 那么也就是带给我们的 因为昨天我也分享了 带给我自己的看见 就是从我们的家庭开始 从家庭往外 那么我们家里可能也有很多 没有得救的 没有信徒的 其实我们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那么其实从创世纪开始 福音就开始从家庭开始 因为那个罗雅的时候 罗雅的时候就是 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福音 那么接下来就看到说 六到十二节 十四节 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也就看到说 门徒聚集 同行祷告 那么当他们在这里 祷告的时候 就是说 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那么这一间楼房 其实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就说到马可 因为马可嘛 就是家里是比较富裕的 但是因为马可的名字 也就是劝慰子 他有一个很好的恩赐 就是给的恩赐 他能就是说 这么多人在这里聚集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说 大家这些人同了几个父亲 和耶稣的母亲 马利亚都同行合一的 横切祷告 那么他们是在一间楼房 也就是马可楼 在马可家 那么楼房肯定 也是说马可家的很富裕 但是他有给的恩赐 就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 让大家在那里 同行合一的横切祷告 他的给的恩赐 就是马可 给我们很多的看见 就是说他给的恩赐 包括他与 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他和巴拿巴分开的时候 就是因为马可 因为马可半路上 家里的条件好嘛 可能就是说 因着种种的环境 种种的条件 就不愿意去跟谁了 所以保罗就放弃了他 那么就认为这样 巴拿巴没有放弃 所以后来马可才成为了 真的是生命的改变和成长 写出了马可福音 包括他的生命 也就是最后也成为了同工 保罗也接纳了他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包括这十二使徒的名字 包括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其实老师也给我们讲了很多 那么包括他的名字的次序安排 还有他的 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 那么彼得是使三千人 就是归主 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 使徒他们有那种能力 真的是看到圣灵降在 我们你们身上时候 就必得着能力 看着他们做工的能力 那么包括约翰和安德烈 他们的就是前 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 包括菲利传福音 还有多玛 多玛是怀疑着他不信 那么很多 带给我们很多的 可以的横切祷告 回到使徒约翰说 当他们聚会的时候 有120人 那120人 带给我们就是说 看到福音的 初代教会的建立的 福音的那个果子 接着 就说真的是给他们 那么这么短的 短短的心 和异的横切祷告 也看到说 真的 福音的兴旺 接下来看到说 使徒行传的 一章的20到26节 看到说 是因为那个 不选使徒 因为尤大卖主 所以十二使徒就少了一个 就选了那个 尤世都的约翰和马提亚 最后是上帝 就是他们在祷告当中 求神指名 所以就选 摇出了马提亚来 大家都是同心合一的 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也带给我们 很多的看见 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 尤其是福事的弟兄姊妹 那么无论是 就是说 或是怎么着 或是怎么着 那么 真的是看到他们 初代教会的 那个同心合一 还有顺服 当摇出马提亚来的时候 别人 任何人包括 尤世都的约翰 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也带给我们 很多学习的功课 那么我们在事风当中 在生活当中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是否会有意义 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和神知道 所以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警醒 第二章看到说 圣灵降临 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 首先就看到说 二章的一节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也就是说五星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所以就像刚才 我们在古一章的时候 说十三节就上了 附近的一间楼 这就是说 常常聚集 那么每递都聚集在一块 这也告诉我们 包括我们的聚集 聚会是否也是常常的 就像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说不可停止聚会 那么我们是否也常常的聚集 是否常常的聚会 我们也是否常常的 和主有关系 有连接 给我们一个警醒吧 那么这里讲到了 五星节到了的时候 圣徒们聚集在一块 就看到圣灵的降临 那么刚才 相信弟兄姊妹 也都分享了 那么五星节 圣灵降临的时候 首先说 五星节降临 预表的那个旧约和新约 刚才微信弟兄 所给我们讲的 老师也讲了 那么在旧约 就是颁布了十件 也就是说 在生命纪四章的十三节 说他将所奔赴 你们当手的指示 你们就是十条诫命 并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的石板上 写在石板上 也就是说 看到律法写在石板上 是颁布了十件旧约 那么新约呢 看到说圣灵称满 也看到圣灵浇灌 看到成全 律法就写在新板上 也就是说 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三节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上帝的人写的 那么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新板上 其实这里也告诉我们 警醒我们自己 那个律法写在我们的新板上 是否像圣经当中所记载的 是否问问我们自己 是否真的写在我们的新板上 那么也看到说 圣灵降临的时候 那么看到说 这个包括逾越节了 除笑节 五旬节 吹脚节 赎罪日 诸鹏节 那么逾越节 也代表说遇难 除笑节是复活 那么五旬节 就看到圣灵出卖 吹脚节是圣徒被提 赎罪日呢 也看到 以色列全家回拜 诸鹏节 也就是收藏节 看到我们说 预表了 那么我们内在的生活 就是与神同在 包括千年的国度 所以说呢 那么也就是说 历史预表了 历史预表了 基督徒受难复活 教会的诞生 也看到说 那么圣灵 就是重生得救 被圣灵充满 也告诉我们 就是当个人的经历的时候 预表着我们重生得救 被圣灵充满 那么最后也看到说 讲到圣灵 圣灵也就是从约翰福音 和使徒行办的对照 那么约翰福音 我们刚才读了 那么也就是说到 气和水 约翰福音20章的22节 说到气 也就是圣灵 那么水呢 也就在约翰福音的 7章38到39节 说到 这里说的是圣子 里面就是预表 生命的变化 里面的充满 还有一个素质的灵 告诉我们 这样的表现 就是一个素质的灵 那么在20章的22节 就是要向他们吹一口气 那么在7章的38到39节 38节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就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39节 耶稣这话是指着 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为得到荣耀 那么这里 约翰福音当中的记载 告诉我们 就是生命的变化 里面充满 也就是说 老师刚才说的素质的灵 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 就看到说 二章的二节就讲到说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那么也就说到风 而火呢 看到说《使徒行传》的 二章的三节说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那么这里 这两个《使徒行传》的描述 也就是风和火 也就看到说 服侍的能力 和外面的浇灌 也就是精灵的灵 那么讲到精灵的灵 让我们很详细 就是老师用了一字的词语 就是精灵的能力 也就是参生 那么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 整个那个 就是说让我们 不单单有里面的 还有外面的 那么我就在想 其实当五行节 圣灵降临的时候 为什么使徒 给了耶稣三年 以前没有那样的能力 正因为圣灵 其实这句话 我今天特别受感动 其实就像我们诗歌 所唱的圣灵的能力 当圣灵被降下来的时候 就是说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就有充满了能力 那么所以说 看到说 正因为五行节 圣灵降临 那么使徒 彼得就会13千人归主 那么这个能力 是从神一来的 真的不是从神一来的 也是圣灵的能力 告诉我们 圣灵的能力 也真的是更新我们 也真的是 让我们 有生命的变化 被圣灵充满 那么外面的 服侍的能力 也是被需要 圣灵的浇灌 凭着我们自己 都不能做什么 那么只有这样的时候 才能完成 神的工作 我们才有份 能参与 就像刚才 赵子敏所说的 那能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能成为 合神心意的 所重用的 贵重的器皿 而不像餐僧一样 能成为器具 用完就扔在一边 真的是 也巴不得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接着这样 谢谢老师 接着我们天天的 跟随这样的学习 能让众弟兄姊妹 都能成为 神所贵重的器皿 所用的贵重的器皿 也都能成为 众人 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 那就把时间 交给金牧师吧 金牧师 金牧师 金牧师看你的话筒 打开了 但是我们听不到 你的声音 是我的手 现在呢 听到了 金牧师听到了 我得要离开一个 去这里 这样听清楚吗 听清楚 听清楚 听清楚吗 听清楚 那能听到 我让我们真的是很感恩 我希望说 学会了 学习使徒形状 是每个人都能够会讲到 那每个人听完了 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构思 去诉说 最重要的是要运用 这件的经文 讲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 与我的生命 有什么连接 使我能够 在传福音的 这样的一个恩赐中 我如何去传 那第一步 我首先要 知道圣经的背景 然后 老师所 讲的 在我们脑海里 出现一个框架 而且我们每一次讲 都有个图案 在图案中 我们不需要多 讲 一点就可以 比如说我 从哪一节经文 给我特别的 感动 我就讲那一段 第一 我是感觉这段经文 是在讲什么 是个想法 然后第二 让我运入 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 就这么连点 讲的就很清楚了 那感谢主 前面也是 雅各跟卫生 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来回顾 我就特别的感恩 然后呢 我们又重新的 都讲 每个角度 都好像都讲变了 因为 一个人讲的都不会完整 所以说 这是操练我们 讲那个道的 那 每一次都会有很多的人 就退下来 从二十几个人 一直退到现在 只有九个人 所以说 从整帮助我们 我们 走下来 再继续为这个平台来祷告 让这些弟兄姊妹 有始有终 能够听完 也能够来分享自己生命的一些见证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开启我们这个平台 主啊 愿我们能够 真的是心碗一处 想必碗一处 是 主啊 不早退下来 主啊 让我们有始有终 亲爱的主 也让我们这些 留在平台上 也为那些早退的人 要做 手腕的工作 做带走的工作 主啊 他们要是工作 主啊 你更知道 求你连绵 祭练 他们若是别的 主啊 也只有你知道 我们求你 更新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灵 愿你也圣灵 交换在我们的身上 才能够明明 白白 清清楚楚 从头到尾 主啊 若不是你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来 主啊 跟随你 若是你圣灵的感动 就是会抓住你的话语 亲爱的主 求你来做工 身家在我们的中间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看到 你是个供应的主 祝福的主 医治的主 救恩 是从你而来 生命也在于你那里 主啊 我们愿意能够来 荣生意了 这样的主 谢谢你 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照亮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 首先要归在你的里面 安静在你圣灵里面 才能够使我们的心 也打开 明白 你所给我们的忙 我们向你感谢和诈美 愿我们明天也不迟到 也不早退 愿主来做工 愿主来恩戴 身家在我们的中间 与我们同在 感恩祷告 教徒 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领求 阿们 好 我们被主导文结束 被主导文 好 我们在天上 愿意 在你身上的国家 能够做你的名为 想 让你的国家 愿意在身上 留到心在天上 把日落的日子 给我们 祝我们 没有我们在 直到我们 免得 人在 下 就叫我们 预计 四方 救我们 脱离 凶恶 因为 活度全 必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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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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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老师现在讲的课 你能上传油管吗 上传 有啊 有啊 有上传油管 有上传 那我可以重庆 昨天呢 昨天呢 有 今天呢 要多一架纸才会有 好好好 能上传就行了 我昨天没上去看 辛苦了 再见 明天见